我們基礎法研究中心對英國國會 近日那個動議叫做早日 Early day motion 早日動議 那八個議員簽署這個動議 是覺得不是單止 是干預我們國家的內政 是特區政府的內政 但是更加嚴重的是干預香港的司法獨立 和司法的公正 如果你是對這個檢控決定 你是覺得要譴責的 什麼理由都好 這個決定是去年3月27號決定的 為什麼要等到現在開庭那一天 才做這麼高動作的譴責呢 在英國國會 那個有沒有考慮到 現在這件案在普通法 英國就是普通法之母的國家 你應該知道什麼叫進入了司法程序呢 你在司法程序開審的第一天 去譴責 特區政府 告這些人 那你覺得這樣的做法 是不是打擊香港的法治的制度呢 你譴責 香港特區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就包括 包括立法行政和司法的 法院都是香港特區政府的一部分 你這樣譴責一個法庭 他審訊開始的時候 是不是想 很明顯的干預香港的司法 獨立和公正呢 這個作為一個 mother of parliament 是民主社會的 國會制度的 的模 普通法的源頭 這些道理 你怎麼會不明白的呢 但是有沒有考慮到呢 還是這個根本是一個政治的動作呢 是不是在一個國際政治 中美也好 中英的鬥爭也好 是不是用香港做一隻棋呢 這樣對香港的社會 對香港的市民 尤其是由你管治了這麼多年之後 是不是這樣的行為是適合當呢 這些這樣的關係 有沒有在香港社會 他們做一個深入的諮詢 讓大家社會各方面都有機會表達他的意見 讓香港社會都知道國際的觀點是一個平衡的觀點呢 我只知道這個提這個動議的議員 就是接見在英國 接見李柱銘啊 陳方康生啊 全部都是一方面的意見 那另一方面的意見有沒有呢 我在上一屆英國政府的國會 那時候你記得說 有一個外事委員會的主席想帶他們的議員來香港取證 不是探訪 是官方來取證 關於佔中及其他事 是 你只知道我飛去英國 和我們基本法中心的團 只有把我們的看法交給那個秘書 在國會下面喝杯咖啡 那你都是一意孤行的啦 英國國會 是吧 應該將自己的 這麼多年來的那個 credibility 是吧 和你的道德所謂的高點 想其他社會學習的 以身作則才可以的 是吧 所以你這次這樣的做法 我覺得是 不只是遺憾 我只覺得英國政府 對自己有責任 是不是對他自己國會議員 那個 對香港的認識 安排和香港人接觸的情況 你香港的總領事有二百多人在 是不是應該推動溝通 是不是 在這件事上面 為什麼不溝通多些呢 還是 一定是一個政治動作 先做了 是不是 那我覺得這件事 尤其是現在香港社會 在國際焦點之下 是吧 有傳媒的 在香港的 行為 在香港的空間 所有其他 國家的政府 尤其是你現在 美國國會 英國國會 是不是 這個時候 從未聽過他 來香港訪問 有興趣的 是不是 這個senator Mark Rubio 想來香港 我很樂意見他 是不是 有沒有興趣見呢 還是 只是 他們根本就是在這裡 督導著 這種香港 撕裂香港社會的 反叛 破壞香港 治安和秩序的行為 就是搞得香港好像很不行 不是不行都搞得你不行 是不是 是不是香港要變成一個亂華基地呢 是不是 這個空間 我們有八幾年了 在這裡 是不是 國際社會都 應該有目共睹 香港現在 在一國兩制之下 的空間 大家在這裡生活的 是不是 講來講去 我不喜歡 由共產黨領導的 中華人民國 那個政府 是嗎 就是 如果同樣的事 是美國政府做的 英國政府做的 歐盟的國家做的 就OK的 就是 國家安全 是 要有 一定要有你的制度 才有國家安全的 是不是 OK 問題 是 你是認為 他們都是做了一場 政治訴 簡單來說 我覺得是 我覺得實際上 這個不是英國國會 真是關注的事 就是 輪不到這件事 就算輪不到 程序不是這樣 是不是 要關注 多些生日的 廣發的 諮詢啊 研究啊 調查啊 是不是 我都說了 你一選 開心的時候 我真是希望 不要大家再有人 對這件案 有作任何的評論 讓司法程序 麻煩你 尊重司法程序 讓他繼續 講到評論 今天王志豐都講到 如果這次法官 判得太嚴 香港人會犯 這個 你講哪件案 黃志豐 他今天評論 你講那個 上訴那件 是不是 不是上訴 他評論這件 我沒有聽到他今天講的 他就說 如果 我一定不講 為什麼 我不會 但有人評論這個案件 他評論 我就勸他 看什麼叫 藐視法庭的法案 發表他們的看法 究竟香港社會的看法 怎麼樣 還是現在你只有一小撮人 一向和保守黨 彭定康也好 那些元老友 很有關係 跟BBC有關係 一直都是報一邊的 或者甚至乎 是想督到這一邊的 給別人的感覺 這個英文叫 championing the cause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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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不是 critical observers 是嗎 是 這個問題 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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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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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ng Kong government including the judiciary not just the prosecuting authorities and before right at the time to the judicial process was starting right i mean the host of 我們的法律制度是完全隱瞞或判斷 或是否判斷 何為何要在此時尚當時如果不是 無法違和盡力的依靜在法律制度 這是…如果我承認這就是 This is outrageous outrageous conduct unbecoming of parliamentarians of a parliament which has such a long history and for which people have a lot of respect for